上次刘嘉玲出现在综艺节目中,是因为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,虽然刘嘉玲多次获得最佳女主角奖,但她上节目还是受到不少争议,因为点评的比较倒手,不如张子依那样犀利,所以被观众吐槽颇多,而且刘嘉玲上该节目存在感也比较低, 镜头不是很多,所以很容易让观众忽略,可能是因为刘嘉玲对综艺节目不习惯吧,虽说那一期,我就是演员是10月13号播出,可嘉宾要提前录制,也算过去好久,如今52岁的刘嘉玲尽照曝光,照片中刘嘉玲身材严重走形,发布到让人不感染,没想到刘嘉玲会那么真实, 直接把自己没怎么精修的照片放出,要知道照片中刘嘉玲的身材严重走形,网友看到肯定会讨论一番,女明星一般都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,每次都会放出精修图,哪边不好看就会把哪边修得美美的, 而刘嘉玲不愧很霸气,对这些都不在乎,晒出最真实的自己,刘嘉玲穿着一件印花长裙,如果不是体型太抢眼,这会是一幅很美的画面,照片中的刘嘉玲实在有些状,要都快没了,这体型比蒋新当时还胖吧,不知道刘嘉玲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什么, 难道是新宽体胖,看到这照片,最先想到的是刘嘉玲怎么胖成这样了,上次在我就是演员时还只是微胖,身材没有这么突出,而且刘嘉玲那时的身材还比较均匀,穿衣服很带感,走路都是霸气侧, 咯,虽然她的尽照身材也比较均匀,但这均匀的过分,发福倒让人不敢相信,和向太成蓝和饮食胖的都快赶上着来了,好在刘嘉玲底子很好,即使身材走样,但全身还是散发着优雅气息,这是多年来在娱乐圈打拼沉淀出来的吧,都说一旁回所有,即使是刘嘉玲也听不住发福啊,嘉玲姐真是胖得毫无预兆, 还是更喜欢她搜回来啊。